好 其實我問過一位做檢察官的朋友 他現在已經是律師 他說如果按照昨天那種方式 其實就是約談這些人是潛在性被告 第二個是他不尋常就是說檢警都 甚至於那個什麼主任檢察官 還是什麼相約檢察官 還有陪審檢察官全部都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而且征訊的地點是在 不是征訊 約談的地點在台北市檢察局 而且從昨天早上到半夜 凌晨 超過12小時的征訊 這個都是非常不尋常 這樣有給便當嗎 便當費嗎 有給便當給他們吃嗎 應該是都有給奶粉 加鹽巴的奶粉 好 那 他說這是他當檢察官碰到的第一次 有人用鹽巴這種方法 他沒有碰過 這應該是有點稍微醫藥背景的人 比較知道說 孩子不能吃那麼高的鈉 一般來說 他的研判有兩種就是說 如果不是故意的 他情有可原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鹽巴要放多少 如果是故意的 就表示說這個人還有一些酸液背景 知道這個方法 對 其實孩子瘴氣的時候 大概 一般來說孩子瘴氣大部分是對奶粉過敏 就是應該是牛奶對奶粉蛋白質過敏 如果通常碰到這種情形的話 我們建議就是說 你要把一個換牌子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把奶粉泡洗一點點 孩子就比較好一點點 至於燕奶的話 大概三個月孩子都會燕奶 那是正常燕奶 因為孩子發育到三個月的時候 他對外界環境是感到好奇 所以不愛喝奶 通常我們的建議都是 把奶粉泡洗一點 放在冰箱放冷一點 其實瘴氣的時候 加鹽巴是個很錯誤的觀念 因為加鹽巴不見得能夠消除瘴氣 所以如果說爸媽 就孩子有瘴氣的時候 最好不要用這種方法 如果新手媽媽覺得說 我鹽巴要加到什麼 就頂多只能加跟你眼淚一樣鹹就好了 不能被眼淚更鹹 比眼淚更鹹就已經過多了 但是你剛剛先烤 現在很少烤 等他小孩子哭的時候 應該再看 要知道眼淚就先哭一下 兩個人對醫療有了解的人 那我要請教 那到底有沒有真的 可以幫小嬰兒消瘴氣的方法 就是第一個 通常瘴氣就是 一個換奶粉 第二個就是 第二次把牛奶弄吸 沒關係 奶粉為什麼會決定瘴不瘴氣 因為蛋白質過敏 所以有些是 像我的小孩就是要喝水解蛋白 就是過敏奶粉 對 過敏奶粉 水解蛋白 因為他們出生時候就是有脹劑的問題 所以他們醫生 有時候醫生說 可是他的阿公有發現 這個是願意喝這個 他願意喝 所以你要去找說 有些小孩 我跟你講很快 有些小孩真的四個月 他不喜歡吃米粉 他就不愛在乎喝 他自己 他不喜歡那個味道 其實為什麼是說要 三個月開始要添加副食品 就是孩子不愛喝奶 沒有啦 我通常不會到三個月 通常都是六個月到七個月以後 通常我們正常的途徑 我們都加所有副食品 都有一定的程序 我有出本書我知道了 大概三個月要吃什麼 四個月吃五個六個月到四個月 其實都有一定一定的那個 因為包括你的腸道的發育 還有就是你的味覺的發育 都有關係啦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在臨床上 看很多媽媽都很焦慮 帶孩子來這邊 那看孩子不吃 就拼命給他灌很多東西 像這些孩子不吃飯 就給他喝這個 過沒多久的時候 孩子就只吃甜的 什麼東西都不吃 幾個月的時候就這樣搞 你遇過的案例 都是很小的時候 大概六七個月就可以 阿公阿媽就給他吃那種無理 真的喔 那這個血腥太多了 我是建議大家 有時候孩子不吃的時候 爸媽要很下心的 你不吃就不吃 你放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孩子餓自己乖乖吃 就是這樣子 你的孩子才會養到好 可是你知道我剛才為什麼說 跟大家說一定要觀察活力 因為醫生們看 看現在有些所謂的額虐 額虐不一定是打他們 額虐有一些是忽視他 忽視他就是他明明已經不舒服 我不理他 他已經營養不良 我不理他 所以他說你如果在台灣 看到嚴重的營養不良 或什麼 你會有一個警戒心說 他有沒有可能是一種額虐 那真的喔 好嚴格喔 所以有時候 新手父母難免有時候會出錯 比如說我偏方弄錯 比如說馬進醫院 他們之前常常比較常收到的 那種偏方的錯誤是什麼 有一陣子很流行 那個紅營水 有沒有 他們就說 如果小朋友生出來爛逃 因為現在異味性皮膚炎什麼 很多越爛逃什麼什麼 對啊 他們發現說 有一些像他會喝那個紅營水 說會退紅 然後說會消炎 就你知道嗎 有個小朋友他來的時候 就眼睛都上吊 抽搐 整個性門都凸出來 腦壓非常高的 他想說這個小孩怎麼這樣 是腦癌還是怎麼樣 結果一驗就發現他是 這個死掉的這個小朋友 是高血鈉症對不對 那剛好相反 他是低血鈉 他鈉低到非常低 結果醫生就說 給他吃什麼 他說就餵母乳 然後還有呢 給他喝紅營水 一天不知道給他喝幾百CC這樣 300 沒有很多喔 300還600喔 可是那對小孩子來說就很多 因為醫生發現 他的低血鈉是水中毒的現象 他因為緊張 是說他哪個草頭暖面 他已經要喝一點去 就給他喝紅營水 喝太多水 結果低血那抽搐 那你看 可是醫生會不會覺得 你虐待他不會 因為你很緊張馬上送來了 表示說 我雖然是新手父母 可是我看到我孩子 怪怪的我送來 那也有救回來 不懂 所以說這些偏方的問題 他們會想說 看你是怎麼樣處理這個孩子 來決定你有沒有適合 他才決定說 對 他會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報警 我如果覺得這太可疑了 他有時候他會主動報警 可是他一看就說 這個緊張嘻嘻的媽媽 一天原來是這樣 他覺得 我送我的嬰兒去醫院 結果我就跟醫生講說 這樣很久了 我就覺得算了無所謂 但是今天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再接受他這樣我才送來 醫生可能藉由我剛剛的談話 覺得我之前有忽略他的事 或者他覺得這個怎麼可能 營養遭到這個程度 或者是什麼可能低到這個程度 已經上掉了 對 因為往上掉都抽不掉了 所以前面那一關就是你去採訪 後面那一關真的一送 發現父母有問題 我就去採訪 社會醫療的分解 可是我還是很好奇 到底幾歲小孩能夠吃這種 一歲以後 都不能吃這個 一歲以後才能喝鮮奶 一歲以後 一歲之前都不能 因為他發覺 英國有些研究發覺說 一歲之前喝鮮奶的話 會常到出血 所以規定 所以一歲以後 那他喝鮮奶這個是很特別的 一歲之間 一歲之後 可是他的鮮奶是有加水 有稀釋 然後因為以前鮮奶 可能跟現在鮮奶不太一樣 鮮奶不是甜的嗎 那等於是糖水 他以前的鮮奶 可能糖水含量比較多 對 沒有他也是七八個月之後 我合理的懷疑 據說是因為 是為什麼 是因為我那個時候 這樣算額虐嗎 就是我小時候 過追溯期 對 好 所以我們家的第一個小朋友 所以你看那個阿姨 就叔叔姑姑就很多 大家是會覺得 太新奇的小朋友 那時候他們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是會試著說 比如說我在自己 阿嬤給我吃 可能阿嬤給他吃橘子 他想說那小嬰兒吃不吃 你是不是試試看 小嬰兒吃不吃 吃不吃 他就看到小朋友這樣很緊張 他就很好玩對不對 可能另外一個叔叔來了 想說阿嬤剛給我殺手 小嬰兒要不要給我殺手 小嬰兒要給我殺手 太好玩了 就說我很小就開始吃殺手 對呀 你看他臉這樣 就覺得很可愛 大人可能覺得你在幹嘛 可是小孩子說 原來真的太好玩了 所以那時候錄影機錄起來 他們對你的行為 沒有 因為後來我媽媽 扮演偵探發現說 原來你這四小孩都會吃 你就是很喜歡吃甜的 你已經覺得 真的太好吃 那些怪東西這麼好吃 你怎麼會願意喝 你一定是從那時候 就立志要做醫療劑 好 那我在立志 你覺得自己非常實驗 這種是高含糖的 那如果父母親 在一歲之前 你去給他吃這種高含糖的症候怎麼樣 其實就是脂肪細胞比較多 就會長到比較容易胖 減肥比較不容易 然後以後 比較容易一些糖尿病 或是代謝症候其他 所以以後可能 就是有糖尿病 就是因為他 在一歲前的時候 給他喝這種高含糖的 不一定只是這個原因 基本上 他說你給小孩吃 因為他一歲以前 他的 脂肪細胞是會 一個數目增加 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現在的 大部分的家庭主婦 都是職業婦女 然後他養小孩之後 希望小孩不哭不鬧 這樣子他上班比較方便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下去 我看小孩子甜甜的好吃 對啊 是沒錯 可能就會加上去 有些保姆會這樣 你知道 一本現在是喝牛奶 還沒長牙 不要幫他刷牙 因為那個含糖 那個酒味也是很高的耶